。 精彩緒畫 都在袁詠欣的 行動會客室 歡迎大家節目的現場 教育廣播電台拍綠遊樂園節目 我是袁詠欣今天很開心行動會客室為大家 請來的是Hello娃娃魏如璇 嗨詠欣哥還有 很多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來拍綠遊樂園 感覺那個 很大聲是不是 我的麥克風好像被你輪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我太大聲了喔? 還可以 現在很正常了 喔好 那我就這樣講話好了 不要 你這樣講話好像王若琳喔 不要 真的嗎? 這樣比較正常 好 那我遠離一點 好 OK OK 因為我覺得肺活量很大 你平常講話都這樣嗎? 嗯...就是蠻...就是在這一個 像我跟那個學友啊Eason聊天 他平常講話就是好像有點保護喉嚨 就比較... 沒有啊 在這個地方講話比較...對我來講比較省力 所以你跟他比較熟 我如果用... 我如果用滴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很累 你跟下面不熟 跟喉嚨下面不熟 跟上面比較熟 我跟上方感情比較好一點 感情比較好 沒有 可是在錄音的時候其實 就是這邊的肌肉都會用的到達 需要保養嗎? 呃 需要 其實最...最好的保養方式就是不要講話 蛤?怎麼可能? 真的 就是最好不要講話會比較好 你不講話會很難過吧? 很難過 對啊 等一下 我現在有找到一個法寶 什麼? 就是...就是一種... 那個...養... 就是保護嗓子的茶 因為我之前錄音的時候 就是...在10月份的時候 我的工作量... 接近一個爆炸 呃 因為我原本專輯10月要發 呃 因為我原本專輯10月要發 所以他們早在很早之前 就幫我接了好很多的表演 但結果我10月份沒有發 因為抵累 但表演又不能推掉 對 所以我就是10月份又要... 呃...表演 然後又要錄音 然後我電台也有工作 所以你不能感冒對不對? 對 然後他說好累好累 然後...但是那個壓力來的時候 你的喉嚨其實是會... 就是...因為心情也有影響 哦 它會跟你說話說... 停下來好嗎?之類的 它其實是會影響到 就是我就有聲音 就沒有辦法那麼開 然後但是就是有人給了我那個... 保護嗓子的茶 什麼茶啊? 那好有用喔 哪來...哪買的啊? 就是... 就是一家耳鼻厚科 他們自己... 耳鼻厚科賣茶? 對 發明的那種 就是一些中藥材 他是放抗生素吧? 呵呵 欸 可是我真的喝了那個之後 我...我就是過沒多久 然後我進去錄音 我嗓子就開了 所以就要開一嗓茶 那你有... 水腫或腫大哪裡... 沒有 的副作用嗎? 沒有沒有 就都很好 那應該就不是抗生素 對 那也不是淚固醇 對 欸不錯耶 你待會偷偷告訴我是哪一家 可以可以可以給你地址 因為我每年大概這個季節開始 會開始不舒服是不是 你不覺得每一年的溫差 越來越離譜的大嗎? 應該是空氣不好 空氣也不好 對對對 然後我們這種靠講話過日子的人 就很敏感吧 對啊 然後我大概到了那個二三月春天的時候 我就會陷入那種 我快要沒有聲音啦 這樣子的狀況 真的假的喔 是過敏嗎? 所以我已經先去打流感疫苗了 喔 好 我等一下跟你講那個 保護桑子的茶 很重要 可是我真的覺得那個對我來講很有用 我也需要 要不然呢就是我之前演唱會的時候他們有幫我弄那個香菜水 蛤? 香菜 你敢吃香菜嗎? 我敢吃但我不知道什麼是香菜水 好白就是一把香菜有沒有 然後呢? 然後你就要洗很乾淨因為比較不好洗 你要洗洗乾淨 然後你就是要 你像我就是放在保溫瓶裡面 用熱水 然後燜住 然後再加一點點冰糖這樣喝 喔 也是很有用 喔真的啊 欸你好多秘方欸 我以前都不知道你懂這麼多 沒有我也是慢慢就覺得 為什麼喉嚨開始有點問題 因為以前我都 我一直以為你 以為你的專長就是講話跟唱歌 我 沒想到你對保護喉嚨這麼有心得 就是因為最近就是上個月這樣子 然後搞的我 就是還有我身邊的人 他們就是要幫我繼續想 還有什麼秘方 所以人家是酒病成良衣 你是酒座 就坐很久 就 就很抖 酒座腰會變肥嗎 對 好 回來這張新專輯 剛剛這個 魏瑞萱姊老師說 你為什麼這一張專輯 每一首歌裡面都好幾個你啊 然後有些低音 我會突然以為 欸王若霖幹嘛來幫你唱是不是 就是你一首歌搞的好多 好多樣 千命女郎這樣子 就是十首歌都這樣子 那不是很累嗎 我覺得其實在這一張 末路狂話的新專輯裡面 我有很多的歌其實 是 我沒有想太多 其實是很直覺的去寫的 沒有像上一張 可能我會想要朝什麼樣子的一個方向 我覺得上一張可能 有時候做專輯就是會這樣 你會不小心想太多 但是在這張末路狂話 合理啊 對 但是我盡量希望就是我這張可以 比較是朗朗上口的作品 欸等一下 可是你現在講出的這個想法是你修正了很多次 才決定的 還是說你一開始就是走這個方向一直 一直下來 一開始就是這個方向 我那個時候 呃就跟建琪講說 陳建琪我們下一張專輯 因為我上一張歌太難唱 我說陳建琪我們下一張專輯啊 我們就是做那種旅行感的 然後輕快的 可以嗎 他說好 他好像在墊小二欸 哈哈哈 哪有 我們是 我們的 陳建琪 我們是非常有默契 非常 就是 關係很良好的夥伴 我覺得你們關係很良好 但是你叫他的方式真的很 可能因為你知道我們那時候去芬蘭 你知道我們去芬蘭錄音 然後我就是 都要做早餐 你們不是玩得很開心嗎 對 我要做早餐 陳建琪吃飯了喔 對對對就是這種感覺 對就是這樣 呵呵呵呵呵 所以我們那時候原本是設定成這樣 OK 但是 你知道 所有東西都要先講在前面 好至少我沒有把一種旅行的感覺放進去 雖然說那個歌沒有到非常的輕快 但是我覺得 跟上一張比起來 我覺得他又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樣子 你上一張是不是MV有得獎啊 上一張是那個 在不確定的世界裡的這支MV 是黃中平導演拍的 有得獎 他讓我第一次上了金曲獎的舞台 嗯哼 所以 接下來就是 嗯 我希望下一張 末路狂花可以靠 我自己的努力看看 我們下一張 這一張啦 這一張 哈哈哈哈哈哈 自己先 打自己一巴掌 下一張是末路狂花二是不是 沒有沒有下一張會有不一樣 好我希望 這一張 末路狂花可以靠 就是 就是 可能是在歌曲方面的獎項 或是聲音 你說詞曲的獎項 呃 這次我們寫詞也找了厲害的李卓雄老師 來寫了很多 他已經得過很多次了 對啊 對 我覺得他真的是 就是因為他得了很多次 因為他太專業了 還有你快把我的魚丸死了 對啊 我手上就是拿著一隻金色的小魚 我說還好你拿的不是蛋的東西 你很煩 哈哈哈 那邊還有一顆透明的蘋果 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好有 有一種很有福氣的感覺 那是台灣的設計師設計的 那是台灣的設計師設計的 我就買了一對 真的欸你知道我家的那個 什麼 時鐘 就是 魚嗎 都是魚然後是長這樣 然後是白色的 哇賽 然後就這樣貼貼貼自己貼 會會會會 那你金曲會大放異彩 因為這一年接下來是水箱的 真的喔 跟這個有關的大概都會那個 真的假的 我已經先得了一桌那個 那你先這樣摸一下 拿來快點叫我摸 拿來摸一下 那你先推薦第一首歌聽完 我們聽歌之後摸 我們先聽歌是不是 對對對 好 那我其實想要推薦 我這張專輯裡面的第一首 就是在放在專輯裡面的 開場的這一首歌 這首歌叫做 一萬個不回頭的方法 好給你摸 好 把檔案選起照片都刪了吧 那些禮物現在都是義務都是格當 不要再把問題灑到底真假 不要想射箱在花吧 終點是一個人 帶一個才會人的 該怎樣就怎樣 其實誰都知道吧 一萬個不回頭的方法 我不能就這樣被打發 世界比現實大 我不能双手一堂說半不打 沒辦法 沒辦法 把紫綢重地中共去不被想了吧 把血一物凡從欣賞一事一物不必收納 人要散发 谈判留到桌地下 不是现在更在何时 终点是不必起划 甚至不必愣穿 该怎样就怎样 其实谁都知道吧 一万个不为头的风华 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 生命的现实打 我不能双手一旦说半步打 一万个不为头的风华 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 生命的现实打 我不能双手一旦说半步打 一万个不为头的风华 一万个不为头的风华 只为了一口气 我就可以告别自己 告别他 就撒得同一次跟梦是啥 一万个不为头的风华 回到节目的现场 教育广播电台拍绿游乐园 节目我是袁永鑫 今天心中会客室来的是娃娃 维如轩 带来她的这张新作品 我刚刚在听这歌的时候呢 已经聊了一些 她很想摸到的一些东西 我先把我的金钟奖 让她摸一摸 她其实今年 应该说去年的这个 电视金钟也入围了新京演员 可是你的重点还是金曲嘛 对不对 你入围过几次啦 你说金曲 对啊 很多次 如果加上自然卷的话 其实我也 我没有去数到 有没有超过五次了 有有有 对吗 有五次 差不多要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 我好像在玩一种电视节目 我讲到关键字要开始 比动作 或者是用中音讲那个字 其实我当时在我手上 还是拿着那个金色的小鱼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它放在桌上 看起来很幸运 你不是我这样摆 有一种招财 或者是招吉利的感觉吗 对我等一下要带着 你真的想要的话 我买只全新的送你 这去哪里买 我去买啊 你去哪里买的这个啊 我不要告诉你啊 那是我的吉利地 吉利地 好啊 我真的很希望 这张 其实这张张张战警 《默路狂话》 我觉得算是我自己 个人张战警里面 很完整的一张 对 包括像上一张 我第一次 我就跟剑琪老师讲说 你不要来帮我录了 我自己录 然后我第一次当自己的配唱 然后也是跟录音师 我们就自己剪 剪好到最后才 交给剑琪剪查 因为他工作量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我就觉得你就专心帮你的工作 那这个我会的 你就交给我吧 那所以这次 我一样也是自己配唱 那对于声音上面的掌握 我开始比以前 有更多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 然后这次在写歌的时候也是 像这一次我又写了 就是第一次用台语创作 这样 然后也有尝试比较 funk的曲风 所以我觉得 自己我自己感觉到 我好像变得比较 比以前的专辑来得更 在成熟一点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年纪的关系 但我自己 是非常喜欢这张的 每一首都很喜欢 可能你的体格也比较成熟了啦 什么意思 就是控制肌肉游刃有余嘛 对 对 我是有去练拳击的啦 我觉得运动真的有可以帮助 其实 哦 我跟你讲 我在这边要提供一个 你一定要常常走路 我常常走路 我为了孵跑可梦的蛋 我每天都走多少公里 都不知道 就为了孵蛋 你那个就是走路不看路 有有有 因为我都走在台大或师大校园里 哦好那可以 对 嗯 我跟你讲 你只要常常走路 因为有一个筋还是什么的 哦 脚底有很多神经啊 对 要一直刺激啊 然后 会帮助你喉咙声带 很多 对 所以要常常走路 哦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 提供大家一个方法 但是 我走路也会发出声音啦 欸那边有一个 不是 那边有一个 可是是脏话 不能讲 哈哈哈哈 就是你要抓到的时候 它跑掉了 你知道 你会很生气 哦哦哦哦 那我知道是什么 你就知道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在玩哦 我没有玩啊 哦那你怎么知道我在家中 我有看到别人在玩 然后我觉得他们都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然后于是我就不敢 嗯 像其实很多 我想一下 像铁达尼号我也没有看完 蛤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热衷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害怕 为什么 因為我很怕我就是會 如果用台語的話就是很怕自己會 就是屌 對 然後之前還有我很想 其實我是很想看的 像那個什麼來自欣欣的你 我也超想看 但是我真的好害怕 我會中毒喔 我就不敢看 了解 然後我要等到那個風潮已經過了 流行過的時候 妳再回去啊 我在看 喔 了解 其實妳可能很難想像 我光為了抓寶可夢 復旦的復旦器 我居然花了快一萬塊台幣買那個 你真的很誇張耶 買好多金幣 你真的很誇張 欸我抓多久現在才升到31級耶 所以最厲害是幾級啊 要到40幾吧 可是那個要很久 你40幾啊 你現在30也才差了10而已 他不是這樣 比如說他從9到10的時候 你只要5000個XP 可是你現在從31到32 你要50萬個XP 我大概要抓兩個禮拜 才可能達成這個目標耶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你這樣的時間會過超快 都在走路啊 你不是叫我多走路啊 也是算是一種健身 你知道那個 iPhone上面不是有一個健康的選項 你點進去就知道你一天走幾公里 有了寶可夢之後 我大概平均一天大概有10公里的路程在走 我覺得很好 對不對 因為這個發明寶可夢的這個人 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到戶外 是 所以比如說像前一陣子 我家附近那個客家博物館那邊 突然出現大量的皮卡丘 然後我就天天往那個公園跑 你知道嗎 原本都不想去 而且我第一天去的時候 我還有點半信半疑 因為新聞會寫說 最近的那個 寶可夢的巢穴區有變動 比如說 客家公園變成皮卡丘的那個巢穴 而且我還發現另外一個事情喔 很多抓的都是中年人 真的嗎 不是年輕人喔 因為年輕人要去上學 大概八 像我這種阿伯一大早五點多在那邊 五點多小朋友都還沒起床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那邊很多人在抓了 天啊 他讓我早起又讓我走路 我覺得他是真的是一個很好的APP 一個很好的遊戲 嗯 對 這跟陌路狂話有點扯遠了 你要不要把我拉回來一下 不會啊 其實陌路狂話裡面有講的一個是路啊 我覺得你在陌路狂話裡面 不是歪嗎 你佔領的就是一個狂 不是歪嗎 歪 沒有你是狂 歪 到時候第二首歌是歪 這張專輯裡面也有一首歌叫做歪 但是我想要講 因為剛剛我們在聊的這些事情 我覺得不管人生裡面 我們就是要找到一個 讓我們可以勇敢的去做的事情 就即使你抓寶可夢 好那我也要很認真的去抓 他在哪裡我就是要去 那我覺得我的專輯也是這樣子 就是好 我們自己為自己做決定 不是人家叫你玩寶可夢 是你自己決定要玩的 好 那我們就好好的玩 你真的很會轉耶 我是不是應該要得獎 快點把你獎拿來給我 好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為自己做一個決定 嗯 然後就是 頭也不回 那我插問一件事 這專輯在醞釀討論過程中 你跟劍齊有沒有哪些歌是 意見不合或不同的地方 只有一個在寫無聲電影的時候 為什麼 我那個時候在芬蘭 然後我寫到副歌有一段 好像和弦有一段太相像 嗯 然後我就 那因為我剛寫完嘛 所以我還在我的邏輯跟那個 重複的那個Pattern裡面 所以其實我有一點難被他 就是為什麼 可是我覺得這樣還可以啊 我就是一直跟他在爭論這樣 嗯 但他就是一個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 他就是聽完我講 他真的就是 聽我講完之後 嗯 然後我們就把琴打開 嗯 然後就在那邊彈那個和弦 哇 然後就說我覺得怎麼樣會比較好 那我就是 那我再想想看好了 然後回去坐好 就坐在廚房寫一個坐好之後 我再想一下 好像劍齊說的真的是對的 然後我就把它改掉啦 所以就是 我就把它 把它說的那個地方然後再做調整 如果沒有改掉會是什麼樣的發展? 不曉得耶 哈哈哈 不曉得 其實只有一點點就是幾個和弦的走向而已 嗯 但但我覺得他 嗯 他其實不太會控制我 但他會給我意見 劍齊不太像是個控制狂 嗯 他只會在旁邊 然後給你 很多製作人是控制狂 但他不是 他其實給我很多的 自由 那你給我猜 我最喜歡你這張專輯哪一首 正巧你剛剛有講過嗎? 我說你剛剛在這裡面一條 不行我不要給你線索 哈哈哈 哈哈哈 該不會真的就是喜歡 Y 金曲評審的最愛是哪一首? Y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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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be fine 好我們現在就來聽 I will be fine 哈哈哈 被我猜對是不是 哈哈哈 你也太厲害了吧 來我們來聽歌 哈哈哈 看我什麼是腦海 再說什麼也只剩髒話 從愛人成為敵人的過程 跌倒了就再爬起来 今后我怎么又再摔 你终于给我走开 I will be mine 爱上你算我活该 Don't want to see me cry 你终于给我走开 I will be mine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 Don't want to see me cry 没有下一次啦啦 心甘情愿给你那都是在 我整个世界上黑白 不想不想祝你愉快 我真的真的笑不出来 你终于给我走开 I will be mine 爱上你算我活该 Don't want to see me cry 你终于给我走开 I will be mine I will be mine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 Don't want to see me cry I ne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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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 爱上你刷破破开 So won't you see me cry 你终于 爱上你刷破破开 爱上你刷破破开 有我心里在意 因为你的桌布是绿色的 然后墙壁也是绿色的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吗 本来是想说后面用绿幕 绿幕 我们以后就key板 我们今天可以在101前面做节目的感觉 也可以在巴黎铁塔做节目的感觉 本来的想法是这样子 后来想说用面板比较快 可是没有那么大的 这我刚刚一进来这面板真的吓到我 有够大 不好吗 很好是拿来看电影会很高兴 看球赛看颁奖典礼都很开心 看颁奖典礼 对 最喜欢看的是你看那个女明星妆没有画好 Why 你又只有你这种人 4K画面这种妆法不ok 好明显哦 好我们下次会努力化妆的时候 请帮我画一个专门要给4K看的妆 因为4K过的其他都ok 那你明年走星光大道 或者是今年走星光大道之类的 你就记得跟这化妆师说帮我画个4K妆 好 诶这个好 这个好吧 如果记者问我 诶你今天的妆有什么感觉 4K妆 4K妆 不是HD 这个梗先留给你存起来用 好4K 诶这个很不错 很不错 好我以后再也不会漏那么多了 哈哈 不要啦 大家不要再等了 难得有亮点 好有不要 不敢了啦 而且你现在几个不是很成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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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干嘛要不要扯回来 不好吗 I will be fine 哈哈哈哈哈哈 我很期待呢 你把它包那么紧就没有意义啦 不行我现在要很有个性 等一下你那一次那样一穿 你的粉丝有讲什么吗 我给你讲那一次一穿 我的粉丝没有说什么 但是其实有更多不是我的粉丝的人看到我 然后呢 变成你粉丝了吗 不知道 就是他们的讨论度变高 但是我觉得所有参加 就是不管是什么奖项 每一次走红毯大道 我真的觉得 可能有些人真的就是没有听过你 我跟你讲 多年多年前 陈珊妮就跟我讲过一句经典名言 他说什么 颁奖典礼星光大道这种东西 东西 当然看得奖表演感谢什么 是蛮重要的 可是一般普通正常人 所谓叫普罗大众的 他只有在看一个东西叫衣服 对啊 对 对 对你看公主她对自己的服装也是很有讲究 那我觉得我上次其实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好感 从英国回来 早上当天回来 水来不及准备布料多的就对了 然后衣服穿错边 其实我是要露背的 别我露成胸 好 看了笑的 这个 你也没有露胸 你只是让胸比较有样子啊 就是开心啊 对对对对 就是他的胸很开心 哈哈哈 接近外扩的开心 好啊 不要讲这个啦 没有啦 那个时候其实穿那个 就是他其实 挑衣服对你来讲很痛苦吗 那个时候我完全就是觉得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穿什么 然后我就是公司就说 哦那我们就是给造型师决定 那我就试了几个之后 就觉得 哎这个还不错 嗯 因为之前也没有这样子的 玩过 对没有这样子的尺度过 那就试试看 那真的因为就是这样子穿 然后讨论度有真的变很高 嗯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那个女生 那个女生是谁呀 嗯 然后我现在也有歌迷就说 谢谢金曲奖 因为他说 他真的看金曲奖 说这女人是谁 我听都没听过 他怎么会入围 嗯 但因为我就是有入围之后 他开始听我的歌 然后到现在非常非常疯狂的喜爱 哇哦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金曲奖 对啊 就非常谢谢金曲奖 然后我下次 那我提一个事情 万一真的2017年 第28届金曲奖 这家女歌手 你拿到手了 你干什么啦 我今天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太快了吧 我不敢笑 你太投入的快的变化 我演了 不好吗 很好很好 对啊 唱歌唱这么久 不就期待有这一刻吗 我跟你讲 你知道我上次啊 就是第一次在小巨蛋 开完演唱会的时候 我的心得就 我可以死掉了 魏宇萱 你知道一件事情吗 所有男歌手女歌手 只要突然摸到了金曲 歌完或歌后的宝座 那个就是一个很重的地位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 对 那就是已经 一线快到顶天这样子的过程了 已经没有二线以下的机会 你就是一线以上起跳 我的鱼快被你捏死了 我知道 我会 我希望 我真的有点不太敢想 但如果我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真的会 真的会觉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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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这个就要提醒你 衣服要开始想啦 哦 要准备好衣服是不是 对啦 好的 那可要先去上拳击课 先练好 你不是一直在上吗 先练好再更成熟的体态 我来看一下 我现在大腿体格很好 看起来 我的腿本来就很细 哦 对 好啦 好了啦 不要再看我 一直看人家 明星就是要给看的啊 明星不给看可以吗 好啦 你要看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的妈呀 把刚才脖子拿开 还拉一下裤子 我们今天 音乐节目变成综艺节目 哈哈哈 是不是因为你遇到我会变成 还是你本来就这样 其他来变来没有这样吗 我们之前访问也没这样啊 好像是 好像是吧 对不对 嗯 你今天吞了什么药 是你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今天反应都超好的 真的吗 你今天吃了什么 应该是说我头发剪短之后 就是反应有比较快一点 这就是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的其中一个 哦 有没有 比较不一样 因为你没有看过我短发 我好像是现在 才注意到这件事情 因为曾经骑看到我剪完回去 然后他看到我就说 什么这么短 哦这是他第一个反应 对 他说什么 因为他没有看过我短发 哦 他怎么剪这么短 对啊 他有抱怨什么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那时候跟他提说 哦 我们就是 可能会剪一个比较 比较硬一点的发型 然后跟剪一个比较柔一点的发型 哦 但我不知道我怎么剪太短 回去 他说 你不是说要剪柔一点的短发吗 哈哈哈哈 已经是柔的啦 你们还会讨论发型 真的太妙了 对对对 会会会 哦 然后还会讨论衣服啊 因为我常常跟曾经骑会撞衫 哦 我问你哦 嗯 你们这么熟 万一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处在高潮 然后他刚好在低潮 嗯 的时候 嗯 你们怎么相处 好像不会 对因为 你要要 要就一起高潮就是要就一起低潮 我们好像是其实都一样 我们我觉得我们为什么关系会 就是会一路走来就是 嗯 就是有一个很革命情感的原因是 嗯 我们两个都曾经看过彼此就是蓬头垢面 然后 邋遢到不行的一个状态 那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他失恋我也失恋 然后我们很久以前 然后我们就写出了一首 嗯 就是很难过很难过的静歌 但那首歌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就是泡泡 哦 对他写曲 然后 我写词 那有点久了 很久 那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天啊就是他也这么惨 嗯 然后我也这么惨 然后我们要 然后一起很努力的为我们的专辑 然后我们一起去做广告配乐 哦 所以你的革命情感不是只有工作上的连结呢 对啊 是连生活情感面都是 对啊 然后他又是我的房东 这样你就更没有道理不来吃我们的火锅啊 你们就是应该要邀请我 你们自己跟在来时间 我们有找啊 我们有找你啊 下次他要再找一次 哦 真的吗 嗯 我就可以参与了 火锅是我们私密的那种聚会 因为我很喜欢吃火锅 哦 真的吗 真的 太好了 要维持这种体格 一定要有火锅的帮忙 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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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啦这张专辑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是我的这个评论 都相当的好 嗯 然后觉得你也有把 你 个人的格局 跟音乐的格局 跟你唱歌的格局 都打得比以前 开很多 嗯 哦 所以他会变成是你的一个高度 然后你在想说 哇 以后要再超越有点 要怎么办好呢 这样子 你會這樣想嗎? 好像因為現在剛做完專輯 然後剛發行 其實我現在自己擔心的就是 感覺大家其實都很喜歡我 就是這一次新寫出來的歌 其實非常的高興 就是他也有很朗朗上口的 他也有很難的東西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很寬很廣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他對於 就是因為這次我們也有到芬蘭去 我覺得他對流行音樂有一些邏輯 他其實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包括在專輯裡面有一些比較冷門的歌 像賈科梅蒂 我覺得他就 其實我也第二愛的是這一首 真的嗎? 其實他不太像是平常的 華語的流行歌 他的邏輯其實又把那個框框給打破一些 包括我在演唱方面 就是他比較不像流行歌的唱法 那北歐的製作人他其實很喜歡 比較細然後比較輕的那種聲音 然後我也放進去 那我覺得他 其實我聽過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你知道有一個外國的那個 會畫比賽 然後其實大家要教很多圖 你要教 然後 那一屆拿了第一名的人 他沒有教一張一幅畫 這樣 他其實教了一個CD 什麼意思啊? 他就教一首歌給他 然後他就 他就唱完一首歌 他就說 對 這個就是我的作品 因為你聽了我的歌之後 你會在腦海裡面有自己的色彩 他用這個邏輯去比 他用這個邏輯去比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對 你去芬蘭兩次對不對 兩次 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做 這兩次改變你不少 好像是耶 我覺得那個東西不是刻意要影響或是改變 而且在那邊好像也有別人跟你邀歌不是嗎? 有有有有有 那時候我們還 我除了去製作自己的歌之外 我還去參加創作營 是 創作營就是以前我都覺得寫歌很孤獨 一個人寫完就算了 但是那個是有點半強迫 就是吃完早餐坐在那邊 然後 而且那是一個聯合國的感覺 對 就是有 芬蘭人 然後也會有挪威 嗯 也有很多亞洲國家 有日本 然後韓國 然後跟台灣 然後我們就是等 吃完早餐 然後等著被分組 就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們是創作人就直接表演給大家聽的意思嗎? 我們就是三天嘛 然後會每天都會三個人一組 然後三天就要寫出三首歌 一天寫一首 哦 對 然後到第四天然後大家就一起來聽我們 這好像寫歌的戰鬥影耶 超級緊張 我每次去都壓力好大 哦 雖然說 你知道我們的母語都不是英文 但是我覺得其實音樂就是最好的語言 嗯 在那個溝通的那個情況下我覺得 他的的確確好像就是真的讓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芬蘭啊瑞典啊就是北歐這些國家 對對對 你知道嗎? 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 嗯 版權法務人員 都是在那裡 真的假的? 所以像Spotify是從瑞典發展出來的 欸我不知道耶 你不知道這個事情 就是大家寫那麼多歌 歌法務版權的這些經營 經營代管的團體 或者是 呃 仲介者 其實最多 在瑞典 在北歐 所以他們其實是很重視的 是 所以像瑞典是 每十個人就有一個是做音樂產業的人 嗯嗯嗯嗯嗯 是V2很高的 嗯嗯 那我覺得瑞典的那個位子 因為影響到 比如他們什麼阿拔和尚的 對對對 就散發出去 嗯嗯嗯 像那個什麼 Martin什麼的 他就幫很多個人寫歌 做幕後的 但是這一些東西的發散 嗯 很難想像不是英國 不是美國 是瑞典 那我覺得 台灣其實就很適合扮演 這個角色 嗯嗯嗯嗯 Original最源頭的那個角色 但是他又知道在法務上面 需要關注的細節是什麼 哦哦 他就是又鼓勵你創作 但是又 又保障你的IP這樣子 嗯嗯嗯嗯嗯 對 所以我想說你這兩次去芬蘭 應該是 被洗禮了很多 有有有 對不對 跟劍齊一起也是 就是包括我可能要跟哪一個國家的人 就覺得好像有點 不 就是快溝通不來的 但是他不要每次出國 都放一個電腦 拍一張照片說 全世界都是我的辦公室 那個就是我拍的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我說好 我們到了 他說哎你等一下幫我拍 然後我說哦好好 我就說劍齊 我還去幫他先整理好房間 我說你等一下電腦放在這邊 然後你 結果那個瑪莎去度蜜月的時候啊 也是拍了一張 而且說全世界都是我的辦公室 我們 我們還去巴黎 你知道大淹水不是嗎 啊 你們那時候去的啊 哦 對 我以為你們那時候是飛去意大利 不是一個音樂節嗎 意大利是去年還是前年的事了 哦 然後我們去巴黎是米店 哦米店的時候 對看神的那個 好我們就到巴黎去 然後大淹水嘛 嗯 然後我們就去大淹水那邊 然後我跟吳健恒兩個人就是幫他 你等一下就坐在這邊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重點就是你知道 晨晨姐有多認真嗎 為什麼 你就是把電腦打開 然後我們就是拍照就好 不會有人看到你的電腦 嗯 他就做好 然後就說 等一下等一下 我說你要幹嘛 等一下等一下 他把Portools打開 他就一定 他真的就是真的要做 弄幾個音 這樣他才高興 你那好多人 就是這個介面的圖像 要出現就對了 好我們就把他排好 好可是這可以 你贏了 你可以 你可以播 欸他不算很假掰 可是這件事上他還蠻假掰 他很 因為他 畢竟他引起了一些一個 就是在音樂人裡面 就是在討論的一個話題 是是是 他必須要把它做好 然後自從他有了這個話題之後 大家都開始仿效他 是啊是啊 所以有一陣子 就是那個 我的一些音樂圈的朋友 就會說 韻詠欣喔 熊豹 陳倩奇喔 辦公室 對對對 就是這一種 這是你們的那個 招牌 就是這樣 對 那你的咧 我就是一個蕭博啊 不行 哈哈哈哈 我覺得可以換一個 有體格的蕭博 啊哈哈哈 反正 也可以 也可以接受 好 OK 好啦 反正今天訪問完 你的任務就是 開始想衣服就對了 哦好好好 4K裝 哈 好 好 我會努力為那個 明年金曲獎做打算 衣服看身上可以放一些什麼 24K類的東西嗎 不要 帶這一隻去 哈哈哈哈哈 怎麼樣就是要帶這個鏡 才會放在這邊 然後是拿邊 就這樣 這一隻現在好像沒有賣了 我放一包包 拿手 你放回去 這很可愛 因為我發現他的那個 我家的那個牆壁的那個 時裝魚的模型 好像真的就是這個魚的模型 但是不是金色的 不是我是白色的 哦這個金的好漂亮哦 對對對 金魚 對金魚 我專輯裡面有一首歌叫小魚 很好聽哦 推薦給大家 好 我們最後要聽這首嗎 也可以啊 你還有喜歡哪一首 我剛好說的那個啊 Y 不是 哪一個 那個 歌名我一直忘了 因為他名字好奇怪哦 賈克梅迪 對賈克梅迪啦 好啊好啊 好那我們聽這個 非常 很不像流行歌的藝術歌曲好了 對 好 謝謝娃娃囉 謝謝詠欣哥 祝妳得獎哦 耶 最像妳的歌手 謝謝 謝謝大家 提歌不要走樣 好 拜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風輕輕吹散了我 那些說不出口的痛 正在人裡不只在 怎麼等 實現的美夢 沿著天空 像變幻莫測的雲朵 究竟能否誰牽著 我的手 哦 這顆梅迪說奇遇 他的奇遇在於每一天 從一個被子 一個冰光一張眼孔 看到某種如此 曾認識的東西出現 任何環球旅行 都要為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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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脂肪 塞下世界多变的一切 人们看不见 人的将要看见 这颗美的双晴雨 打得起日再日每一天 从一个辈子 一个苹果 一场夜空 看到某种不曾认识的东西出现 比任何玩笑流行都要为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